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昨天有一宗劏場鋪的新聞 業主在19年前買了一宗劏場鋪回來 最近買了一宗,竟然是輸95.7% 所以我今天想藉著劏場鋪的教訓故事 列舉有三種不能占手的物業投資 如果你們買了,輸死就沒命配了 我希望這條影片能夠一個一個之餘 還可以讓大家學到投資物業的知識 如果大家想知道哪三種物業投資 不能占手的話,千萬不要錯過今集的浪辣 好了,在未開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訂閱,請幫忙訂閱 請贊開及分享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的話,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 我相信這個劏場鋪是香港歷史以來 即是虧了最多一個劏場鋪 總共虧了95.7% 地址是一個銅鑼灣廣場一樓81號鋪 面積大約是30平方斜 3月初以8萬元的沽出 持貨19年的業主 虧了178萬,或者是95.7% 這個鋪是三角形的位置 這個鋪的面積大約只有30呎實用 現在看一看4pan 這個鋪的部分 就是在最右邊有一個P字 大家看到紅色P字的位置 其實這個鋪的部分 比起其他鋪不是很小的 旁邊或樓上的樓盤更小 如果這個P字的位置賣百萬元 其他店舖就哭了一句句 這個湯場究竟是哪個傑作呢? 大家猜猜了 又是穩百拳 穩百拳真是湯得最多 當年以2億元買了銅鑼灣廣場 1、2、3樓回來 現在只湯1、2樓 都可以賣了4億元 還未算賣3樓 3樓好像前幾年賣6,000多萬元 換句話說,又是賺大錢 所以我們從這個成交可以看到 第一種不可占手的物業投資 就是這些湯場店 大家看到的面積 只有30呎 究竟可以做甚麼生意? 根本沒有生意可以做到 最多只要做一個倉存 放置自己的雜物 有時大家會看到這些湯場 有些尾夾的尾夾 尾夾的尾夾一租 有兩個以上的舖位 即是打通它來做 根本只有一個舖位 完全是做不到生意的 而根據網上的資料 這間舖的舖位租 如果有人租 可以租到1,000元 但是大家知道嗎? 連管理費都是1,000元 我剛才說 你買一間舖位回來 你租出去 你沒賺就沒虧了 但問題就是 你真的買一間舖位回來 8萬元都是錢 萬一你租不到出去的話 你會硬虧過1,000元的管理費 即是一年就12,000元 我記憶中的運百拳 曾經擦掃過多個湯場 包括有荃灣地王廣場 荃灣的全立坊 大埔的大日子 之前的深水埗 有個深之刀 銅鑼灣廣場 天水埗的深北江 首都廣場 首都在尖沙咀 首都也是最多湯場的一個場 總管有700多個 所以大家看到 這個湯場鋪 只是一個攪手 賺大錢 你們這些賣家 接了貨之後 就輸身家 輸90% 都有 所以大家日後 在香港 遇到這個湯場鋪 就備之質 就不要沾手了 而第二種 不能夠沾手的物業投資 就是湯公廈 湯公廈的方法 跟之前的湯場鋪 是很相同的 譬如這座公廈 就有10層 它賣入了其中的一層 這些攪手 就會將其中的一層 就一路湯 湯幾十個 至百多個鋪 其中 就是最近 洛峰 即是在做 伊利斯帕那個 攪手 他們都是由 這些湯公廈 起家 他們當時已經賺了很多錢 但是這些湯公廈 大家都看看 你一層回來 或者半層 我看到有人半層都湯過 湯過之後 你的管理費是怎樣 管理處 不會和你分開管理費單 自自然 這個拆售的那些人 就會和你 搞一間管理公司 收集你這幾十個 或者一百多個 這些拆散了的 業主的管理費 再交給大廈的管理處 大家看看有什麼問題 如果真的 其中有些不交的時候 那是不是 加不足管理費 加不足管理費 管理處就釘你契 好了 大廈要大維修的時候 誰要配合 你這一層 你不配合 又是被這個管理處告到你 所以大家 所以大家買這些 湯公廈回來 其實很多 這個將來 很多隱患 而且一樣 這些湯公廈 二入難出 你買進來就容易 買出去就很難 而且價錢很貴 為什麼呢 例如一般公廈 一般公廈 兩三千元呎 例如你樓上樓下 都會買兩三千元呎 但因為你買了一整層 或者半層回來 你又將它裝修過 那你那個攪手 又要賺你錢 那你買出來 通常買到七八千元一呎 即是差不多 你是貴過你 同一座大廈 一倍的價錢 那你想想 你買進來就容易了 你買出來 你打算虧賣 虧賣 虧賣都未必有人買 你這些公廈 那可能有觀眾會問 究竟 為什麼這些人 去買這些湯公廈 又是被經紀壓 那些經紀又是找些住宅 又是不懂 投資工商店 即是 騙完這班人 去買這個賣理店 之後呢 接著就買這些賣理工廈 我見過有一個人 真的被經紀騙完 買這個湯場店之後 再買一間這樣的湯公廈 其實大家都猜到結果 然後輸入坦坦腰 這些工廈不便宜 我剛才也說 買到七八千尺 八千尺 如果你買一百尺 已經是八十萬 大家記住 一百尺是建築 實用又是一半 即是只有五十尺 五十尺 你放一張桌子 放一張椅子之後 都不會去工作 所以其實 你可能要買一些大一點 但是買二百尺 二百尺 你才得一百尺實用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 買得大便輸得大 這些工廈 現在每個人都開始輸 現在這些湯場店 沒有人買 工廈也沒有人買 這些湯公廈 很多人都中了招 很多人在網上 在其他報紙上都介紹過 這些中招 我前面都說 這些湯場店 或者這些湯公廈單位 就開始不受歡迎 那現在有些什麼單位 代替了他們 而第三個 不可以占手禁物業投資 就是工廈辦住 責任用來住 其實他們有些特徵 例如有五星級的大堂 做的大堂 做得很漂亮 又有獨立信箱 他們買的時候 就會跟你說 是否有二十小小時 工作室 或是工作間 但他們又在浴室 送一個熱水爐給你 有獨立廁所 通常都是這樣的儀量 但是問題 你會看到 他們所說的實潤率 很多時候是低於五成的 一般工廈的實潤率 通常都有七成以上 有工廈沒有什麼工攤 但是他們做到這些 日有健身室 其實工攤的位置很多 所以很多時候 是五成都不夠的 你買的時候 一些經濟都會有些明示 或是暗示給你聽 可以在裡面住人 因為有熱水爐 也有獨立洗手間 如果你真的聽到 如何做到的 日後 可能被人查出 你是改變裝用途 你很多東西要還原 還有你買工廈很大 因為住宅房 通常定期要洗水箱 如果不然會有脂身 特色管 有退院五個人症 但是這些工廈的水箱 我想一年都未必能洗到一次 你想想 衛生情況是很差的 你是有木套 你唯有買水器 很多東西要加上去 我想要找圖片 竟然在日後的資料 是要找到這張圖片 大家有沒有發覺 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一定會有這個博士出現 如果大家相信 它又是輸到你 再補充一點 為什麼這些經紀 這麼喜歡賣工廈辦住宅 這個湯工廈 或者叫湯場店 為什麼他們這些經紀 這麼喜歡賣工廈 因為佣金這麼高 座底7% 有些還要給你10% 如果你賣10% 你賣到一間有200多萬 你有20多萬 所以佣金是很旺美的 但是這三種不如尖手的物業 都是易入難出 即是你賣進來容易 但是你賣出 基本上都沒有市場 所以大家記住 大家以後看到 這些三種物業投資 就備之側格 而真的有觀眾 這麼不幸 已經賣到這些物業 盡快回出 輸小蕩贏 你不能去到以前的價位 好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收聽 以及收看 拜拜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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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下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為est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